她是一個充滿了理想 充滿了夢想的一個女孩 在她27歲的那一年 她就跟她的父母講 她要到台灣來服務 到台灣以後 她看到了每一個人 每一棟房子 每一個事情 因為她只有學一句話 真美麗 真的台灣 真美麗 對不對 是 真美麗 誘養 因為在梅山比較偏僻的地方 很難有足夠的醫療設備 所以她回去募款之後 我們就搬到了嘉義市來了 所以把海星診所 就改名為起棉診所 這個起棉 就是能夠做更大更深的醫療照顧 從六點開始她就起來 她就開始到診所來了 然後好多人到晚上十點 還有很多人來找她 但是她真的是面帶笑容 很親切的來照顧這些病人 所以她就是病人眼中的媽祖母 雖然我們是天主教 可是他們就說媽祖母來啊 就會這樣來講她 妳問說有比較好嗎 比較好 有啦 妳來我就好嗎 妳來 哈哈哈哈 既然是搬到了起棉診所 這個情況比梅山好一點 但是仍然設備還是不夠的 藥物還是不足的 她為了要更好的醫療照顧 她又回去美國去募款 連她的家人也替她一起募 她說台灣老百姓真的非常的善良 她所看到的人 那他們有這一部分的醫療的缺乏 我一定要幫助他們 募款以後 就得了很多的一個回饋幫忙 然後再蓋了我們現在的聖馬爾丁醫院 在我們的教會歷史裡面 有一個聖馬爾丁 聖馬爾丁他就是一個非常善良的醫師 如同耶穌一樣的良醫 這個醫院就是要效法這個聖馬爾丁 他的精神 我們每一年幾乎每一年 我們就會去山上去做醫診 那個時候我們學校已經也開始了 我們就帶了學生 我們的從人 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 我們常常每一年就帶著這些學生 上去阿里山做一個醫診 那每一次去的時候 都會聽到說 今天有醫生來了 你們可以生病了 我就聽了心裡也非常的感觸 你看同樣都是台灣的老百姓 但是我們在山下 可以有很富足的一個醫療的提供 但是在山上這很困難的 所以在那時候滑雪裡就又許下這個夢想 說我要幫助山上的醫療 讓山上的人也可以得到 如同在山體下的 那麼樣方便的醫療照顧 所以我們就在2000年的時候 就又帶了這個學生上去 我們也成立醫療站 到今天我們已經過了21年了 這個21年當中我們是天天24小時 全年無休 這個是滑雪裡的愛心又延伸到阿里山 tir バイ· Where are you whoof 有的愛心又延伸到龍 在那邊ee 來不呀 是�可遙的 是可遙的 有威шей Spotify 是可遙的 他常常说 天主自会照顾 这句话 天主不会放弃 天主的爱 是他的一个信心 所以常常就这样子 很多的一些好心人 来帮助他 勇敢地每一步 每一脚步都走下去 这是他的一个 为信仰而作证的一份 很深很深的一个精神在这里 黄熙女得到了 永远的台湾人的证书 但他也很高兴 每一次有人来访问他的时候 他就会拿出来 这是我最大的荣耀 成为台湾人 对不对 台湾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